STM12的戰友 今天要跟大家 講解的是CPU電壓量測選擇 V1和V2 我想它的問題應該是說 所謂的 我要說M11特有的 LyzenSense跟SideSense 的問題 好,那直接開始 所謂的DISENSE顧名思義就是我們CPU核心的蓋 實際的電壓,那其實Intel它有定義兩條線 直接出了到VRM,然後它反映實際CPU核心的電壓狀況 那我們只是拉出來之後到VRM以外,我們又自己兜了自己特殊的線路 下來拿RM用,然後透過SURIO,到BiOS,到CPU核心,到Modern Core的影音測點 都是同一個路徑,所以在這邊怎麼量都是準的 那SagiSense其實就是整個在VCode供電的Plan上 拉一點的回去,這個叫作SagiSense 那如果詳細的話,其實可以去看我的影片 那我今天只是稍微簡單的再講一下 OK,這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其實在Intel它有定義兩根PIN出來 這就是Intel的Document,它就是兩根PIN出來 直接到的Controller,直接回報CPU內部核心實際的電壓狀況 那這就是我這兩個點,它就直接哭出來 那我們在這邊做了應用 直接拉出去 OK,這就是我們實際的拉線出去 那傳統的SagiSense其實它就是一個Plan 讓它有可能在肚子底下讓它回收回去 所以整個這樣看起來,我畫成這樣側面大家比較好懂 比如說這裡是CPU 這是CPU,這是裡面的代合琴,這是一個工裝 這是整個假,這是CPU Sagi,這是我們所謂的DiSense 那SagiSense就是比如說Multiple下面,CPU下面的這個電腦 然後一直到你整個路徑,路徑上的這個電腦 這個我們都稱為SagiSense 那整個這裡的Plan,直接一直到裡面 都叫CPU點壓,就是所謂的P-code 那大家可以看到 你知道,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如果它電這樣動的話 它要經過PCB,Sagi,針腳,紅裝到代合琴 所以這每一段都是一個誤差 所以 D2會更準確地反映CPU核心電腦 那P1測點會略高於D2,這個會高你它 OK,那我在這邊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不論是SagiSense或是DiSense 其實都是有在用的一個設計模式 那假設 我們今天所講的M11是右邊這些路徑 所以我在 BIOS CPU3如果是在同一個路徑上 甚至我的電壓側點 然後我的電表 量這個 這裡 其實都是準的 那假設今天我走的是這一路的設計 那 那理論上我們PiOS CPU3跟我的量測點 加上去搓 這個電壓 這裡比較是準的 但如果是不同路徑呢 就一定會有無差 就會讓人家覺得 非常不準 所以我這邊有特別注意 如果是在同一路徑上 比如說同一路徑上 比如說我是用左邊這個設計 D1就會點T3 D2就會點T3 D1就會點T3 D1就會點T3 D2就會點T4 D2就會點T4 就是你CPU3跟T5 就是對的器材 就是對的器材 但是如果是在不同路徑上 比如說你的電表加在這裡 加在尾 M11 然後你去看我CPU3 那就會不準 好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 也謝謝所有參與詞 中漢的所有人 那我現在直接 做一個實際的量測給大家看 就是PiOS CPU2的差異 那我先切一下影片 現在切這個螢幕要有技巧 那我們的設定是XMP 3866不管47 這個無所謂 我們先看一下電壓就好 1.35 然後 有8就是我要平的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線 其實就是SagiSense 直接從一個電容看出來 這個就是 剛剛有介紹過的 我這個其實就是DiSense 我的BIOS CPU2 我的電腦測試也都是同一個路徑 OK 我們習慣去打開CPU1 直接給它Loading 大家可以看到 1.35 這是我的DiSense的側點 跟CPU3其實是一樣的 1.35 然後如果我把同樣一支電表 摸到 SagiSense的話 它就會變成1.45 然後我的習慣率是1.35 所以這樣就差了0.1 所以 這就是我講的 就是在同一路徑上都是準 但是你只要有一個 你的電表下錯的地方可能就 就 誤差就會很大 你就會認為 非常非常很不準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